龙庆三年公元1569年 盛夏时节是天气闷热 一个叫做帅家末的平民南奈暑气出门溜的 他在大街上是走来走去 就走到了当地的府衙大门口 帅家末是辉州人 他眼前的这个衙门那自然就是辉州府衙 平民百姓如果没事那是不能来府衙的 深渊你要去衙门 举报你要去都察院 平头百姓帅家末如果就这么走进去 往好了说是被请出来 往坏了说 那必然是棍棒打散结结实实的挨顿揍 不过帅家末虽然是平民 但是这哥们呢在府衙里还是有点关系的 他有一朋友在府衙里当差 因为有这层关系呢 府衙里的人基本上都和帅家末还算熟识 所以他来府衙一般没人拦着他 辉州是辉商的发源地 明清两朝 辉州商人可以说是纵横商界五百年 坊间更有无辉不成镇 辉商变天下的成文 本地复数又是流都南京重要的复税来源 所以辉州府的府衙那建的也是十分之气派 虎木沉香青砖铺路 平台楼阁不算阔气 流水小桥是平天雅致 帅家末左转右转 最终转到了府衙的帐房门口 他从虚眼的门口向内望去 发现里边的桌子上呢 堆积着不少钱粮账册 他们摆放的是杂乱物账 很多都已经落了灰 很显然 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无人问津 一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拿去卖废品的帐本 一个成年累月都不会有人进去的房间 对别人来说当然提不起兴致 但对帅家末来说却是妥妥的 风水宝地 因为帅家末虽不公平 但却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爱好 那就是他痴迷数学 爱好算术 特别喜欢算账 作为一个平民 他在晖州生活多年 每天无非就是吃喝拉撒睡 一年到头也花不了一百两银子 债点账有什么可算 但是现在账房里这些经年累月的账本 那可就不一般了 他们数量庞大 构成繁杂 时间跨度又长 计算起来一定很有意思 于是帅家末找到在佛亚当差的朋友 还真就把账房里的这些账本都搞到了手 这些账本绝大部分都是税账 记录的是 辉州府累年以来向朝廷缴纳税款前两的记录 说白了 类似于这种记录 户部也有 别的亚母也有 它属于是公开资料 帅家末拿过来也只能是随便算算推论 不可能会有什么太大的发现 但人家别说 这哥们在数学方面还真是个天才 他把这些账本铺成大海一般 仔细计算 到了吃饭也在算 休息也在算 甚至如厕也在算的地步 算来算去 他还真有一个今天大发现 说下莫发现 辉州府每年除了要和大明13省的所有州府 一样向朝廷缴纳钱粮和付税之外 还要缴纳一笔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人丁丝捐税 丝捐是指用生丝或者其他原材料制作而成的这么一种制品 而人丁四捐税则是说既然辉州府有这种特产 那么就需要向朝廷按年缴纳 辉州府的确产四捐 但却并不是主产区 属于是那种有产量但是不高的水平 所以这个人丁四捐税基本上会被折算成白银上缴 算起来 折算成现金的人丁四捐税 一年大概是白银6145两 6000多两白银 这不是个小数目 而且还是包年的 所以这笔钱并不是辉州府押掏钱 而是由辉州府下辖的六个县来均探 这六个县分别是社县 修宁 一县 奇门 牧原和寄税 但是奇怪的是 帅加末翻遍了账本 却只发现 历年来上缴这一笔人丁四捐税 每年只有社县在掏钱 而且还掏全款 其他五县没拿过一分钱 而且这个钱几乎从大明王朝开过一时 就一直是社县在独自负担 帅加末很奇怪 因为这么一笔钱 他实在是不应该全都算在社县的头上 除非朝廷有明文规定 于是帅加末翻开大明会典 但他翻来覆去 却也只发现 点中要求辉州府承担这笔人丁四捐税 却没有说过要涉献来独自承担 帅加末意识到 问题大了 涉献这个地方没有养残业 那不养残 就几乎没有办法生产出四捐的原材料 朝廷收税的时候规矩年间不同 有时候要钱 那么物能卫生的百姓们就得把粮食卖了换钱 有时候要食物交付 那么百姓们卖了粮食换了钱 还得用钱到外地去买四捐 无论是倒一岛还是倒两岛都难免有损耗 这就无形之间给涉献的百姓造成了负担 而且涉献从明洪武时期到现在的龙庆三年 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 每年是风雨不误六千多两百元交出去 累加下来 涉献已经白白多掏了两百多万两的白银 涉献人口不多 只有五十万人 这两百万两的银子 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薛强坐不住了 他认为涉献之前掏的实在是太冤枉了 于是立刻跑到了大明的流都南京告了状 说辉献府这个地方根本不是私捐主产区 有人盯私捐税也就算了 那也应该是辉献下下的六个仙来平坛 怎么能让涉献单独承担呢 帅加莫把他发现的一个事情 上报给了十余应天巡抚的海瑞 就是骂嘉靖的那位老同志 海瑞同志提面乌斯是个好官清官 素有海清天的称呼 接到帅加莫的举报 海瑞是相当重视立刻就展开了调查 并且把这个事情呢 开诚布公的通知到了辉献府衙 以及辉献下下的六个线 打算积极听取他们的意见 可以说这事能落到海瑞的手里 那必然就有陈渊得雪了 但是问题是海瑞前脚开始调查 后脚他工作就有了新调动 离开了南京 海瑞一走 除了涉献的官员们对这事还比较伤心之外 其他五线基本上就是冷处理 打算不了了之了 因为这事如果让涉献给办妥了 明显只对涉献有好处 钱不用他涉献自己掏了 那原本不用掏钱的另外五线 可莫名其妙的多了一笔财政之处 所以这事最好就这么过去了 反正帅加莫是一件不一 他就是林子里的落叶 大海里的浪花 大明帝国城墙里的石头子 他个人没有影响力 由他闹几天也就算了 但是没成想 帅加莫很有毅力 眼见自己报告的这事没人处理 他继续上告 跑大理寺去上告 跑督察院去上告 甚至跑到户部去上告 他自如奔走坚持不懈 从荣庆三年一直告到万历三年 皇帝都换了一个 他还在继续上告 可有没人处理 我就告一辈子的架势 因此这事被涉献墨越闹越大 果然引起了朝廷相当程度的重视 朝廷择留会督府调查清楚 是明白回奏 所谓明白回奏 就是朝廷其实是认可涉献墨的报告的 朝廷也认为 这人丁思宣睡让涉献一个线来负担是不合理的 但是其他五线面对这种情况 人家也有自己的说辞 其他五线认为 帅家墨所查阅的那个大名会典 他不可能面面俱到 把所有明文条例都写得那么清楚 既然涉献已经交了200多年的人丁思宣睡 那就说明这是组制 这是惩罚 这是历来的规矩 这钱就应该让涉献来交 五线还认为 虽然说现在涉献不养残重丧 但是以前涉献地面上可是有不少丧员 而我们余下五线则没有 我们压根就不产思宣 所以只能让涉献来单独负担这笔赋税 听到五线的说辞 帅家墨可以说是气了个呼呛 因为在他看来 五线的说法完全就是扯担 自古就有变对吗 从来如此变合理吗 这做人做事不都要讲究个 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吗 于是 帅家墨毫不留情地指出 灰州府衙历年负责这笔 人丁思捐核算核支出的 网上推200年 竟然全都是由令五线的人轮流担任 而从来没有涉献人担任过 说白了这个就是五线合伙搞垄断 把谁掏钱的这个控制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组团来坑涉献吗 而且人丁思捐核不是灰州独有 顺天巴服也争说 人家顺天都是下辖各线军摊 怎么到了灰州就变成涉献自己掏钱了呢 由盛加墨所代表的涉献和其他五线争论不休 他们都认为自己有道理 纷纷上书弹劾对方 一时间朝廷环境大乱套 赶上那个卖打折鸡蛋的菜市场了 各方官员们参与其中有支持涉献的有支持余下五线的 他们彼此之间争斗还不算 灰州六线的百姓们因为这事也闹得很不愉快 甚至一度发生了泄斗 朝廷一看这局面他有点控制不住 于是不再深究这笔人丁思捐税到底是谁该交怎么交 而是先后制定了五版法案在灰州府实行 大明朝廷是这么处理 这个人丁思捐税呢 还是照常由涉献来交 但是可以减免涉献其他种类的赴税 而这些被减免的赴税则由当地的一些衙门来分谈 这么一来涉献少交了钱 而另外五线也不用增加负担 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这件事从瑟加墨第一次向朝廷上告 到如今的柴埃洛丁 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的时间 那么肯定会有观众问 那瑟加墨后来怎么样了呢 这位老兄呢在事情终于办成之后 没有被朝廷赏识或者说是升官发财 而是被衙门给捉了起来 给他捏造了一堆罪名 将他流放千里发配充军了 在百姓们看来 尤其是在涉献百姓们看来 帅加墨当然是个意识 但在朝廷看来 帅加墨一个白衣 他就是个乱翻账本没事找事的怪卡 如果不是他非要揪着这个人丁寺院税不放 何以折腾这么多年 所以无论如何 衙门必然是要打击报复他的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攘攘是皆为力往 帅加墨为什么而来去 或许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龙庆三年的爷爷爷夏日 蝉鸣鸟叫十分过躁 那个汉流家被想要乘凉的帅加墨 翻起第一页已经不满尘土的账本 也翻开了他这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好了 我是历史 其实很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 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